一打開 哇好夢幻齁 好動漢喔 對啊 他給的東西不錯耶 多粒多汁 UCC咖啡跟茶包 這些都是免費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以那種小小這麼小的商旅來講 還有這種自助餐算不錯 而且價格有那麼便宜 青菜沙拉 蛋 香菇都有 海骨跟香菇都還不錯 哈囉 大家好 德雷克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 然後台中的話我們這次是吃的部分都在南邊的大理區 所以我們這次找的住宿 我找離這個台中車站的後站最近的 所以我們看這邊後站走出去 然後這邊直直走 這一間飯店很快 走出去以後就到了 差不多200公尺而已吧 超近 超近的 而且後站這邊也有一個叫什麼 好像是中華路夜市什麼的 也離他很近 所以基本上這個位置我覺得不錯 那等一下來拍一下飯店給大家看 而且我跟大家講 你看 他旁邊還有U-bike 這邊就台中後站出來嘛 然後我們的飯店在這邊 上面有一個橘色牌棒 新義飯店 這個旁邊你看這邊都是還有什麼全家 超方便的 先拍給我來拍在五樓五號房 那這是贈送的重金銷物 不然24小時 所以我任何需要喝的地方 其實都會用不錯 好 謝謝你 來看一下喔 這次住房我們住在九樓 905 而且這次還有附防疫的酒精噴罐 非常的貼心 然後給大家來看一下喔 他這邊的 他這邊有自己自住的吧檯 那是全店頭可以使用的 有飲水機有茶 那也有這個 咖啡機 UCC的咖啡豆 很不錯 然後還有雀草檸檬茶跟奶茶 而且很酷耶 他還有給你糖漿耶 真果香草 焦糖糖漿都有 欸這間真的很棒 對他這邊還有 自住的洗衣間 洗手間跟交移廳 大家看一下他這個 欸蠻漂亮的 有設計的那種工業風 然後這邊是有一點牙皮 不往咖啡就自己下來 對阿你看這邊很舒服耶 咦是P這裡嗎 下面 咦 九樓 喔 一打開 哇好夢幻喔 好夢幻 對啊 他整個走廊全部都是這種 有沒有那種漫畫粉色系 來905號我們到了 905 我們的主題是MISS LIN 哎呦帥耶有骷髏 冷艷型的 OKOK大家來看一下這一間的商 他這間商旅感覺比較偏日式 這一次的話我是用那個 亞洲萬里通的里程數來換的 那因為亞洲萬里通里程數 我本來是要換機票 但是因為現在疫情爆發 沒辦法出去 所以說我就趕快把它換來住宿 那這一間的住宿 我是花了差不多7000點的 亞洲萬里程的里程數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房間的那一張 房間大致上就是長這樣子 它其實沒有很大 就是進來就是一個書桌 然後就是一張加大雙人床 跟一個 欸這個夜景還不錯 夜景還不錯 然後 它有用這個鏡面 讓你的空間感變比較大 然後還有一個差不多30寸的液晶電視 它的窗景外面是還蠻漂亮的啦 都是台中的這個 這好像是這條好像是 台中後站的這條路 可以給大家看到 還蠻舒服的 那床旁邊還有 欸不錯你看 它的床旁邊是有插頭的 這個非常的棒 它還有給我們一個小的東西 親愛的貴賓你好 然後給我們小餅乾 那我來介紹一下它的桌子 那桌子很方便 我每次出來就是也需要 剪片都需要一個桌子 然後 它的這個 它剛才有講這個吧台區 它給的東西不錯耶 多粒多汁 UCC咖啡跟茶包 這些都是免費的 然後兩瓶水 真的很乾淨 很偏日式風 然後這邊有儀醬 跟一個小冰箱 然後底下這邊還有小的拖鞋 跟一個小的這個保險箱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廁所 廁所的話是白色系的 然後都是用這個瓷磚白色 而且很乾淨喔 看起來都沒什麼污漬 然後裡面很乾 都沒有濕的 小的這個洗手台 那洗手台的話也有它的備品 梳子、牙刷這些都有 喔!還有這個耶 滋潤乳液耶 伊碧朗的 還不錯 牙線、玉帽、棉花棒都有 然後旁邊它就用一個這個 吹風機 然後乾絲分離 有這個 蓮蓬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的 沐浴乳 還不錯 很乾淨耶 這個我喜歡 小小一間武藏俱全 乾淨 很乾淨真的 而且很舒服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的 怪味什麼的 很像我們在日本住的 日本住就差不多這個大小 日本住可能沒有這一邊 這個桌子這邊 就只有從這邊這樣算過來 然後窗戶很像日本的 就是小小一個 然後看到外面的城市 這樣 今天的話我們這一間的 台中信義旅館開箱 我個人覺得很不錯 如果是以里程數7000來點的 來換 它可能一碗差不多 真的做肉在一兩千塊而已 然後以這個 價格跟底下 你看它還有吧台還有咖啡 還有咖啡 然後又可以有什麼 珍果拿鐵 然後有茶 都可以用的話 我覺得蠻物超所值的 而且又乾淨 在台中的後站這邊 旁邊就有中校路夜市 吃東西方便 好啦那我們今天介紹的話 潤圖也到這邊 明天的話我再拍 他這一間的自助早餐給大家看 打給大家知道 今天早上 我們要去拍早餐 這一間飯店 的那個 自助吧早餐 給大家看喔 他有水果餐 然後還有這是什麼 喔 炒的松板豬 炒松板豬 跟這個 這個好可愛喔 紫米球 應該是甜點 對 然後還有沙拉 爐森草雞肉結石酥 然後青粥 還有滷肉飯 滷肉飯的滷肉看起來還不錯 然後蘋果汁 米漿豆醬牛奶 UCC的咖啡 跟烤麵包 全在吐司 華國吐司 其實我覺得 就是以那種小小這麼小的商旅來講 還有這種自助餐 算不錯 而且價格又那麼便宜 滷肉飯 然後你的是 青菜沙拉 蛋 香菇 都有 我覺得是還不錯啦 然後而且你看他的湯 排骨 香菇 都還不錯 好啦 那我們吃囉 今天這個早餐就介紹到這邊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話 新義這一間 台中後站的這個 商旅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基本上我覺得 各方面都很不錯 以這個價格CP值 還有附一個簡單的早餐 還有它的乾淨度而言 都很不錯 而且它是20小時都有櫃台 可以來做 幫你協助處理很多事情 像我們說要夾枕頭 什麼它就直接很快就送過來了 非常服務的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這一間的那個資訊 我之後會放在影片底下 如果你們有來台中的話 喜歡 有要往就南邊大里 或者是後站中校夜市這邊 做旅遊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這一間 掰掰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